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店内监控探头突发故障 会不会是在哪个环节给人动过手脚 金店内仅存的一段监控录像 大发业的他一个人在那里干嘛 窃贼究竟是何人 种种难题 看南昌警方如何破解 现在是洒贝云时间 敬请关注留在现场的饮料品 有的时候破案没有线索让人头疼 但有的时候线索太多了 也未见得是好事 因为它有可能会让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现在是撒贝云时间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 南昌警方破获的一起逆势失窃的案子 2012年刚一入冬 南昌市一家金店价值200多元的黄金 不翼而飞 但是警方在现场发现 金店的门锁完好无损 也没有发现有技术开锁的痕迹 那么贵重的黄金是怎么不见的呢 当时金店里两组柜台里面全部都是空的 侦察员发现柜台的下班门是开着的 而且门锁是完好无损的 门锁上没有任何被破坏过的痕迹 柜台没有被撬动过 柜台上的玻璃也没有被破坏过 在柜台的玻璃上 侦察员发现了一些大小不等的手指印 玻璃上有十多个手印 分布的交乱 有左手的也有右手的 还有一些都重叠了 被盗的金店叫老和金店 是一家小型的金店 金店的大厅有三十几平方米 在大厅里摆放着三组柜台 其中靠右侧两组柜台里面放的是黄金首饰 全部被偷走了 而剩下一组柜台里面的白金和钻石饰品却完好无损 我们感觉到很奇怪 它三组柜台都没上锁 而且下方门都是敞开的 当时我们分析犯罪嫌疑人是不是没有来得及全部拿走 或者是一致性的拿不下这么多 金店没有窗户 而卷帘门也都是完好的 根据现场勘扎情况来看 门锁没有被明显撬动的痕迹 而且对于各处的锁体呢 我们也进行解剖 排除了技术开锁的可能性 在柜台那一侧的地面上 侦察员发现了两组非常清晰的血印 我们推断这两组血印 分别是由一名一米六左右的男性 和一名一米七八左右的男性所留的 而在柜台外侧的地面上 侦察员又发现了一组血印 这组血印呢 应该是身高为一米七八的男性血印人 所遗留的 据店长讲 每天晚上进店关门之前 他都会把大厅的地面 清洁干净之后才会离开 那么这两组血印 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呢 根据足迹的走向 侦察员很快就描绘出了 这两名男性行走过的路线 那么根据现场血印的 行走路线来分析呢 身高一米六零的男性血印人 应该是从柜台后面的房间出来以后 在柜台的两个过道之间走来走去 进行了一番走动以后 又重新回到了房间 左右脚尖都是朝向柜台门的 我们分析 这应该就是盗窃珠宝的人 如果说身高一米六零左右的男性 就是盗窃珠宝的人 那么那名一米七八左右的男性 又是做什么的呢 从另一组血印的路径上来看 这个身高为一米七八的男性潜移人 从柜台后的房间出来后 在柜台内侧行走了一会儿 然后又绕到了柜台的外侧 最后又重新回到了房间内 金殿没有窗户 门又是完好无损的 嫌疑人是从哪里进来的呢 现场两组血印出现和消失的位置 就在柜台后面的那扇门边 那么那里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呢 这个房间是用来七处的 每天晚上我直直都会在这里数夜 负责店里的保安工作 在床角靠右侧的位置 我们发现了一个排气扇 这种排风扇呢 应该是安装在排气口位置上的 我们当时就在考虑 为什么排风扇会掉落在地面上 办案人员询问了住在房间里的保安员 金殿老板老和的侄子张强 昨晚十点左右我就睡觉了 整晚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动机 我也是早上才发现排气扇 从墙上掉下来的 这是一间不大的房子 门锁是完好的 在房门的左侧摆放了一张单人床 单人床旁边有一个七平方米左右的厨房 而在厨房靠墙的位置 摆放着一个电冰箱和一个立柜式的空调 在冰箱和空调的上面 我们都发现了被踩踏过的痕迹 在距离地面两米高的位置 侦察员发现了一颗排气孔 排气口四周的木框都有被破坏过的痕迹 除此之外 在空调与排气孔之间的墙面上 侦察员还发现了几道划痕 应该是鞋子在墙面上划蹭过留下的痕迹 为了能够尽快锁定犯罪嫌疑人 发案人员立即调取了 案发当天晚上金店里的监控录像 这是金店闭店之后 店内监控探头所拍摄的监控画面 监控画面显示 2012年10月16日晚上21点32分 一个男人从金店柜台后面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他先是走到金店柜台外侧的区域活动了几分钟 在21点38分的时候 他又返回到了里面的屋子里了 案发前这段时间 除了发现这名男子在店里经常活动以外 没有发现其他什么可疑的人员 这个人正是天天晚上要在店里职守的张强 他的身高也恰好是在1米78 我们拿他的鞋与现场留下的鞋印做了比较 比对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那组鞋印就是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 他在大厅内活动时留下来的 可就在玉勇他们打算从监控视频里 找到那个身高1米60的人的身影的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在看监控的时候 画面当时一直都是好好的 后来突然一下画面全部没了 全部黑了 就看不到任何图像了 玉勇是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 刑侦大队时钟队的副中队长 他觉得监控画面突然出现故障 存在着多种原因 也不能排除这个它的线路方面 以及这个电源方面的这个原因 导致这个画面的中断 画面中断是在2012年10月17日 凌晨1点10分的时候 不过经过仔细检查之后 玉勇他们发现监控设备本身 和连接电脑的线路都没有问题 我们当时也考虑到会不会是在哪个环节 被人动过手脚 老何家的金店经营了20多年 一直平安无事 但是没想到一出事就是大事 200多万元的黄金一夜之间不翼而飞 这让老何一家深受打击 但是店铺的大门是紧锁的 里边还有保安值班 这个窃贼是怎么进去的呢 接下来我带各位去店里看一看 老何家的金铺就位于南昌市的这条 非常繁华的街道上 街道两侧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店铺 就在这家金店的隔壁左右 一家是网吧 一家是烧菜馆 警方到达现场的时候 金店的大门紧锁 而且锁没有被撬动过的痕迹 我们到店里边去看一看 店铺的面积大概是60平米左右 在店铺里边三组柜台 有两组的黄金已经被拿光了 但是奇怪的是 还有装着白金和钻石的柜台 窃贼没有动 是窃贼不识货呢 还是他故意这样做的呢 警方在现场的柜台内外都发现了有脚印 而且是两个男性留下的 这两组脚印都是从那个房间出来 然后又回到那个房间 据店主介绍 那个房间是保安值班的房间 难道说窃贼是从保安值班的房间 进到店铺里面来偷的黄金吗 我们去那个房间看一眼 这个房间也不大 大概20平米左右 在门的左手边是保安值班睡的床 那么在床的旁边是一个大概7平米的厨房 在厨房的墙边上 有一个冰箱和一个立室的空调 但是现场最让警方感到奇怪的 是吊在地上的一个排风扇 这个排风扇很显然是被人破坏之后给弄掉 排风口大概距离地面两米 排风扇是从外面被人给破坏了以后掉在了地上 然后剩下了一个排风口 边长30厘米 最宽的地方也就50厘米 能够从这个排风口进入的人 显然非常的瘦小 根据刚才我们发现的脚印 警方判断其中有一个脚印 应该是一个身高1米60左右的男人 所有这些线索让警方猜测难道说是有一个非常瘦小的窃贼 从这个排风口里爬进来进行了道歉吗 但是等一下 这个排风口距离保安值班睡的床非常的近 而且当天晚上保安就在值班 怎么可能有人进来 保安没有发现 保安说当天他睡着了 可是就算他睡着了 一个这么大的排风扇从两米高的地方掉在地上 这个声音难道还无法把他惊醒吗 那么这个保安究竟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这个叫张强的保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天晚上他又遭遇了什么呢 首夜的人是店主老和的侄子 名叫张强 28岁 案发的当晚 张强就住在房间里面 难道嫌疑人进出的时候 他就没有察觉吗 我们最初以为他是喝了酒 所以晚上睡得比较死 但是我问了他 他说没有喝酒 我大概记得是在七点半左右 我姑父和平时一样把大厅清洁了一遍 然后就走了 之后我就一直在房间里玩手机 玩手机大概到了九点半左右吧 我想活动一下再睡觉 但是房间太小了 所以我就去今天的大厅外走了 几分钟后我就回房间睡觉了 据老和介绍说 他的侄子张强是2009年的冬天过来帮忙的 算起来已经有三年多了 张强是我妻子哥哥的孩子 最好那时候也忙不过来 就把他找来帮忙了 据了解 张强的妻子和五岁大的女儿 之前一直住在老家 也是近期在老和的帮助下 才安顿到市里边呢 而且老和还给张强的孩子找好了幼儿园 连费用有一半都是老和出的 我一直都非常感谢我姑父 他帮我家的太多了 没有他 我可能现在还在老家 不知道做什么 玉勇他们还了解到 张强之前一直都有赌博的习惯 每个月赚的2500块钱中 有一千块钱都会用在赌桌上 我们一直疑惑的是 这么大的东西从上面掉下来 按理说应该是有很大的声音的 但是他说他一点动静都没听到 所以我们对他说的话还是有所保留 现场发现一个饮料瓶 饮料瓶很新 应该是近期留下的 电线被人剪断 电线通过查验 是属于老和家经验的 一辆轿车行驶路线非常怪 我们也觉得很纳闷 大拽业呢 他一个人在那里干嘛 现在是洒贝宁时间 静静关注留在现场的饮料瓶 老和金店是位于南昌市 一个闹市区的街面上 整条街上营业着各种不同行业的店铺 在金店的前后分别有两条马路 而在金店两侧分别是一家网吧 和一家烧菜馆 金店的侧上方有一个面积不小的平台 平台上还有一间20平方米的库房 金店的排气孔就位于库房的附近 嫌疑人是从金店的排气孔进出作案 侦探员来到了 也与金店排气孔外侧的平台进行勘查 在平台上面 我们发现了大量用来装黄金饰品盒子 应该是嫌疑人出来的时候 把这些盒子扔在这里 在排气孔旁边 侦探员还发现了一个饮料瓶 饮料瓶很新 应该是近期留下的 平台上面库房的门没有锁 侦探员在库房里面 发现了几枚脚印 脚印与店内的一组脚印是一样的 都是属于那名一米六左右的犯罪嫌疑人的 从鞋印的形态和方向上来看 这个人应该在库房有一个蹲守的过程 金店排风口外侧的墙面上 侦探员还发现了几根被人剪断的电线 电线通过查验 是属于老合家金店的 难道金店监控出现故障 和电线被剪断有关吗 初步分析应该是电线被剪断了 才导致监控设备也被影响了 金店的监控画面 是在凌晨1点10分左右的时候出现故障的 也就是说 嫌疑人应该是在这个时间开始作案的 我们觉得案发时间 就应该在当路的阴晨的1点10分左右 那么这个嫌疑人究竟会是谁呢 这就是金店上面的这个平台 在这边是网吧的一个仓库 它正对着这个排风扇的窗口 这个排风口确实相当的隐蔽 你别说在平台的下边 就是上了平台 一般人也很难发现这有一个排风口 而窃贼就是从这个排风口进入了金店 在这个排风口的上面还垂着几根剪断的电线 经过警方的勘查 这几根电线就是金店的电线 正是因为这几根电线被剪断了 所以金店才停了电 导致监控设备也出现了故障 所以这个窃贼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呀 否则的话 他怎么知道这几根电线就是金店的电线 警方推测熟人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 但是这也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 如果真的是熟人作案 对环境熟悉的话 他也应该知道从这个排气口一进去 下边可就睡着一个大活人 他怎么敢在一个保安的头上就这样动手呢 除非他和保安之间有着某种默契 这个平台平时很少有人上来 也没什么人活动的痕迹 但是警方在现场还是发现了些东西 除了这些金银首饰的首饰盒之外 警方在这个平台上还发现了一个空的饮料瓶 这个饮料瓶很新 好像是前不久刚刚扔下的 他和这起窃案会有关系吗 很快警方就在上面检测出了一个人的DNA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为了能够尽快替老盒找回丢失的黄金 玉勇他们决定 对嫌疑人的外围可能行走的路线进行调查 金电它上面那个平台是没有监控探头的 而且我们在周边也看了一下 也没有监控探头能够拍到上面的画面 那么嫌疑人究竟是如何来到金电上面平台的呢 在金电平台后面的位置 我们发现有一棵树 有新鲜的被压断树枝的痕迹 我们当时分析 嫌疑人可能是从这棵树爬过来的 负责痕迹勘扯的方号发现 树的下面是一面围墙 围墙距离数很近 如果爬上那个围墙 应该很容易就爬到这个树上 那个围墙是一格一格的 就跟花坛一样比较好爬 果然在围墙上面 方号他们发现了几枚不完整的脚印 从协议花纹来看 和案发现场身高为1米60的男性嫌疑人 所遗留的现场协议花纹是吻合的 围墙他们最终确定 嫌疑人就是从路边的围墙爬到树上 然后通过踩树枝到金电上面平台的 并最终破坏掉了金电的排气孔 进入金电的 随后御墙他们调取了金电隔壁 街面上的监控进行查看 案发的这段时间 我们一直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员 也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把带子往前面倒 发现在距离案发半个小时之前 有辆汽车的活动轨迹就很奇怪 在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到 凌晨12点10分的时候 一辆轿车行驶得非常的缓慢 五分钟之内的时间 往返同一个位置居然有三次之多 我们看不清车里面的情况 但是车牌号码我们看清了 经过对车牌号的核对 御用他们发现 车子是属于贝道金电店店长老和的 我们也觉得很纳闷 大半夜他一个人在那里干嘛 而且距离案发时间这么近 御用他们为了消除心中的顾虑 找到了老和 并进行了询问 车子这两天呢 我也没有开 因为案发的前一天呢 我的侄子 小舅子 说要去外地用车 我就把车借给他了 借车的人是张强的妻弟 王浩 案发前在当地一家洗车航工作 御用他们发现 王浩的体型和身高 与嫌疑人非常接近 在案发的前一天 我问我 因为有事要去外地 我问我姨父接了车 大概在第二天 凌晨三点左右还回来的 据王浩讲述 原本那天晚上 他约了老和的儿子和张强 要在金电附近一起吃宵夜 可是由于他回来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老和的儿子和张强都不想去了 王浩说 因为自己还是觉得有些饿 所以就开着车 四处找吃饭的地方 王浩会和这起盗窃案有关呢 御用他们找到了王浩 提到的那家面馆 面馆的老板反映 他们在案发那天晚上 打烊之前 确实有个小伙子来这里吃过饭 御用他们还拿出了王浩的照片 让面馆的老板进行辨认 面馆老板他很确定 关门之前 那个来吃饭的就是王浩 老板回忆说 王浩的离开时间 大概在凌晨12点50左右 按照面馆老板的说法 王浩是凌晨12点50左右离开面馆的 那他离开之后 又做了什么呢 他说他吃完饭就开车回家了 他所说的吃饭的那个面馆 离他住的地方也只有一公里左右的路程 开车就几分钟就能赶到 那么王浩回家之后 有谁能证明他一直在家里呢 他是单身一个人住 而且他家附近没有安装任何的监控探头 所以我们不能够确定他回家以后是不是出来过 玉勇他们找到了王浩的家 但是并没有找到与案发现场协议相同的鞋 如果案件跟他有关的话 有可能他把鞋给扔了 玉勇他们又找到了王浩工作的洗车行 并对工作人员进行了询问 王浩在我这里干了几年了 人平时都挺老实 没什么不良嗜好 据车行老板讲述 王浩每个月的工资差不多有三千块钱 对于他这样一个人 生活应该不成问题 而且也从来没有听说王浩提起过 经济上有任何的困难 确实没感觉到王浩有作案的动机 为了能够查明王浩是否有嫌疑 玉勇他们提取了王浩的DNA 与案发现场留下的饮料瓶上的DNA 进行比对 黄金被盗何人所为 案发时间段是凌晨1点10分左右 为何警方怀疑他坚守自盗 老河在案发的前一个月左右 给自己的金电买了一份巨额的保险 DNA的鉴定 让案件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弯 检验结果显示 现场遗留的那个饮料瓶是不属于王浩的 可他并没有作案时间 但是他能够确认 但是他能够确认他从来没有把瓶子扔向过那里 是栽赃陷害还是另有引擎 现在是洒贝宁时间 敬请关注留在现场的饮料瓶 很快 王浩的DNA比对有了结果 检验结果显示 现场遗留的那个饮料瓶是不属于王浩的 郁勇觉得 每次案子稍微有些没目的时候 就又回到了原点 不过 他们从洗车行老板的口中得知了一件事 他说王浩没借过什么钱 但是老何一直在世俗借钱 老何跟我们讲 他的那个前妻的父亲 需要做那个肾脏移植手术 需要50万的费用 据了解 老何曾有过两段婚事 他和前妻离婚的时候 女儿跟了前妻 而老何在离婚三年之后 和现在的妻子结了婚 又生了一个儿子 我跟老何有过先人 家里的太小钱 必须我们两个人同意再过于 他之前跟我说过 加50万块钱 加了这些钱去一个父亲关票 我倒是买了这些钱 我倒是买得一 因为是我儿子 老了七分一个年龄 而且房子还没买 这都需要钱 御用他们从老何朋友那里得知 老何一直觉得 当年自己经济条件差 没让前妻和女儿过上什么好日子 心里总是有着一份愧疚之情 如今自己的条件好了 前妻的父亲又得了重病 需要钱治疗 老何总想着帮上一把 老何也算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听他朋友说 他的前妻和孩子 他一直都在照顾 而且每年都会从此前去看他 虽然老何暂时没能筹集到这笔钱 处于一个急需用钱的状态 可是他怎么可能盗窃自己家的金店 钱都是他自己家的 虽然他现任的息子不同意 但感觉为这事犯也不大可能 就在对老何做进一步调查的时候 御用他们发现了一件事 老何在案发的前一个月左右 给自己的金店买了一份巨额的保险 金店经营多年 老何从未给自家金店买过保险 可他为什么近期去选择 给金店买了份保险呢 而他刚刚买了保险 金店就被盗了 难道世界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吗 如果说金店买了保险 而他又急需这笔钱 我们肯定会怀疑他有骗保的行为 为了调查清楚 御用他们找到了老何购买保险的保险公司 经警方的这个介入调查核实 这一事件是确实存在的 确实这个房地是被盗的 那保险公司应对老何金店 当时合同上所载名的这个赔付金额 给予赔付 它的价值是两百万 我们办案讲的就是证据 虽然老何具备了具有作案的这种动机 但是我们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在老何金店 有四个人是经常进出店里的 老何 老何现在的妻子 老何的儿子 以及负责保安的老何的侄子张强 他们都是熟悉金店环境的人 老何和他妻子的身材和体型 是不可能爬入这个金店的排气口的 但是我们分析不排除 他们会雇其他人来做这件事情 张强案发时间段也一直在屋里 而且现场的鞋印 也可以证明嫌疑人不会是他 经过御用他们调查 老何的儿子 无论从身高还是体型上 都与嫌疑人比较接近 于是 御用他们立即前往老何家进行调查 可是老何的儿子并没有在家 当时询问了老何一些关于他儿子的情况 他不肯说太多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他们父子的关系不大好 御用他们从老何妻子那里得知 他们父子俩的关系 就在这两年变得越来越差了 老何的儿子会因为父亲不给买婚房而做出这样的事吗 可是老何夫妇都说 案发那天晚上 他们的儿子一直待在家里 因为案发时间段是凌晨一点十分左右 所以我们不排除老何的儿子 趁他父母睡着了以后 偷跑了出来 张强每天晚上都睡在金店里 老何的儿子是应该知道的 难道老何的儿子会让张强做内应吗 就在这个时候 老何的儿子回来了 御用他们首先提取了老何儿子的DNA 两天之后 比对结果出来了 比对结果显示 现场遗留的饮料瓶 就是属于老何儿子的 DNA比重了 体型符合嫌疑人的特点 老何儿子的嫌疑度大涨 可他接受警方询问的时候说 有人可以证明 他在案发的时候并没有离开过家门 那晚凌晨一点多 我正在跟我国外的同学聊天 聊了将近两个多小时 我们也核对了这件事 确实老何的儿子没有撒谎 虽然老何的儿子没有作案的时间 可是让御用他们非常疑惑的是 他喝过的饮料瓶 怎么会出现在金店排气孔外的平台上呢 他说他经常都会喝这个牌子的饮料 有时一天也会喝好几瓶 根本不记得 但是他能够确认 他从来没有把瓶子扔向过那里 他也很纳闷 那个瓶子怎么会在那里被找到 虽然御用对老何的儿子 作案的各种可能性都进行了推演 可眼下除了现成的饮料瓶 他再也没有别的证据了 更让他感到疑惑的是 把各个作案环节都策划得如此周密的人 会在饮料瓶上轻易地露出马脚吗 本来这段时间 玉勇是准备要休假的 因为他答应了妻子和孩子要一起出去旅游 可案子一天不过 他就无法兑现这个承诺 经电的排气口位置那么隐秘 一般站在经电上面 平台上都很难发现的 嫌疑人是怎么找到的呢 除非是店里的人 本身就知道排气口的位置 但如果不是店里的人 谁还会知道呢 玉勇发现金电排气口正对着的是一个库房 他们立即对库房进行了调查 经过调查 那个库房是属于金电隔壁的那个网吧的 随后玉勇他们来到了金电隔壁的网吧 这是一家三层高的网吧 每一层除了大厅之外 还有几个包间可以上网 而在网吧的每一层以及楼梯的位置 都安装了多个监控探头 我们网吧是有六个网管的 轮流白班跟网班这样子轮流换吧 然后一个网管是管一层楼 我们早上八点钟的时候 那个亲家阿姨会过来打扫一个小时的卫生 然后离开 金电上面的库房是属于网吧的 可玉勇他们并没有在网吧里 找到能够通往库房的通道 老板说以前确实有一个门可以通向库房的 因为用不上 后来在装修的时候呢 就把通向库房的那个门给寄成墙了 不过 玉勇他们在网吧一楼半的位置 发现了一扇窗户 这扇窗户距离金电排风口外侧的平台 只有两米高 打开那个窗户是可以直接跳到那个平台上面 说到网吧里会有什么人可以通过窗户跳到金电上面的平台上 网吧的女老板回忆起了一件事 星期以前我们那个网吧电路有一点问题 然后刚好有个人在这里上网说他是学学电工的 然后我们就找他帮一下忙 据了解 当时网吧的一名网管和那名来上网的人 就是通过窗户跳到平台上去的 我们检查过库房附近呢 确实有几条电线是网 属于网吧的 也就是说 上去的这两个人很有可能注意到金电的这个排风口 这两个人会和这起金电盗窃案有关吗 玉勇他们首先对那名网管进行了调查 案发那天这名网管白天一直是待在网吧的 因为他是上白班 到了晚上八点另外一名网管就会接替他 通过调查 那名网管在离开网吧之后 就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了 而他的朋友则说 那一天晚上他们一直喝到了凌晨五点多才各自回家 这名网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 也有时间证据 他的嫌疑不大 那么那名自称是电工的人 在案发的那天晚上又都做了什么呢 玉勇他们对这个人的信息进行了调查 那个人叫张汉成 26岁 是个外地人 通过查看张汉成来网吧上网那天的监控录像 玉勇他们发现张汉成的身材非常的瘦小 我记得他身高不高一米六左右 然后很瘦 差不多不到一百斤 张汉成的身高和体型都与嫌疑人非常接近 那么他会是盗窃黄金的人吗 玉勇他们立即对张汉成进行了调查 通过调查我们得知这个张汉成在我们南庄市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内 做这个电工工作 可是在张汉成工作的地方 玉勇他们并没有找到他 张汉成在高和体型都与嫌疑人 他工作了一年差不多 结果不是本一个 是紧张三个 结果他们的性格比较内心 他有个发毛病 喜欢读解人 他们就说 如果时间来工资毛发起 他就开始变成一个家庭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 张汉成从业主家回来 面对玉勇他们的询问 张汉成说 案发的那段时间 他在家里睡觉 并没有出门 他是单身的 一个人住房子住 那天他也没有时间证人 张汉成会和这起案子有关吗 通过调查 玉勇他们发现 张汉成来南庄之后 欠了不少的外债 外债基本上都是赌债 虽然他有一份工作 但每个月才两千多一点 再加上他爱主播 生活上应该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暂时没有缺席的证据 能够证明这件事是他做的 一次争吵 会成为他报复的诱因 嫌疑人突然离开 是做贼心虚还是另有原因 刘洁兄弟俩退房的当天 就是案发的那天下午 嫌疑人是一个人作案 还是内外合谋 那个饮料瓶到底是怎样出现在平台之上 现在是撒备明时间 真相即将揭开 已经是深夜了 欲勇办公室的灯仍然亮着 他在对案件的每一个环节进行着反复的梳理 我们觉得最奇怪的地方还是老何的儿子 他喝过的那个饮料瓶 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跑到金店平台上去了呢 欲勇他们又一次找到了老何的儿子 希望他能够回忆起案发那两天 他喝过的饮料瓶都丢弃到什么地方了 他回忆了一下 案发前两天 他在离金店最近的烧台馆吃了饭 也喝了这样一瓶饮料 之后饮料瓶就留在那里了 欲勇他们立即赶到了金店隔壁的烧菜馆 烧菜馆总共有三层 除了老板夫妇 另外还有六个服务员和两个厨师 我们当时调查了他们在案发时间段的具体行踪 发现他们都不具备作案时间 欲勇他们发现 烧菜馆并没有能够直接通往金店上面平台的通道 而距离平台最近的只是一个二层的窗户 窗户也都是有铁栅栏打着的 是不可能有人从那里跳到平台上去的 烧菜馆的老板回到 案发的那天晚上 他们八点钟就关门了 欲勇他们调取了案发时间段 烧菜馆内部的监控录像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 随后 律用询问烧菜馆的老板 是否记得案发前两天 老何的儿子来这里吃过饭 老板说 他不但记得 而且还记得特别清楚 与老何儿子吵架的服务员名叫刘洁 老家在外地 据烧菜馆老板说 那次事情之后 刘洁就辞职了 我们也问了餐厅老板 是谁收拾的这个老何儿子 就餐的地方 他当时回答说 就是那个服务员刘洁 老何儿子喝过的饮料瓶 会是刘洁放在平台上的吗 去了解 刘洁的身高在1米76左右 体重差不多有140多斤 他怎么可能爬进那个小小的排风口呢 当时餐厅的一个服务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 他说刘洁有个弟弟 身材也很瘦小 1米62左右 而且他们是住在一起 郁勇他们很快找到了刘洁兄弟的住所 可房东却说 这两个人前几天就已经退房回老家了 刘洁兄弟俩退房的当天 就是案发的后的那天下午 刘洁兄弟俩难道真的是盗窃黄金的人吗 就在这个时候 一家名叫新威金店的老板找到了御用他们 并且提供了一段监控视频 2012年11月20日下午 有个很少的年轻人拿了一大笔黄金来卖 我当时就想他会不是近期盗窃金店的那个人 所以我当时没收 在监控画面中 郁勇他们很清楚地看到 2012年11月20日18点47分 一个男子手里拿着一个大袋子抖进了几遍 可是让郁勇他们大吃一惊的是 这个人他们认识 那个人就是在小区做电工的张汉成 郁勇他们立即找到了张汉成居住的地方 在房间内他们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尸体 真相就是张汉成盗窃了老河的经店 据警方调查张汉成家在井冈山 而且年收入40万左右 照理说他根本不缺钱花 他为什么跑到南昌来偷老河的经店 究竟首页的张强有没有参与这起道歉 老河儿子的饮料瓶又是怎么到的平台上 所有这些疑问 警方都将一一揭开 根据调查张汉成是2010年秋天来南昌的 因为以前做过电工 所以到了南昌之后 就在一个小区里找了份电工的工作 他每个月也能赚到2000多块钱 平常的生活花销也不成问题 据张汉成交代 2012年刚刚入冬的时候 他在一家网吧上网 碰巧网吧那天电路出了问题 于是他就顺便帮老板到外面看了看 就在他看线路的时候 他就留意到了在金店的后窗 有一个很小的排风口 那个时候他就萌生了 赏金去盗窃的面子 之后张汉成每天一有空 就会来到老河金店的周围熟悉环境 直到2012年11月17日 他决定下手的时候 案发的那天凌晨一点多 他携带剪刀 通过街道附近的围墙 攀爬到了金店后方的平台之上 由于是第一次偷盗 非常紧张 所以他在平台上面的库房里 徘徊了很久 随后他剪断了排风口附近的电线 然后破坏掉了排气扇爬了进去 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屋子里竟然睡着一个大活人 张汉成说 他被吓得在屋子的角落里 整整待了20多分钟 大气都不敢喘 看见熟睡的张强一直没醒 他便开始作案了 而张强之所以没有被排风扇惊醒 也是有原因的 我们最后也证实了 那个排风扇是先吊在床垫上 然后再弹落到地下 当时声音不大 所以没有惊醒张强 最后张汉成交代 当时因为没有拿太大的口袋 所以才没有把白金和钻石一起偷走 可张汉成的家里明明是不缺钱的 为什么他还要从井冈山到南昌打工 还做出这样的事呢 他对赌博的营很大 在井冈山他也欠了几万块钱 家里人因为知道他是赌博输的钱 所以也不给他还 可是到了南昌 张汉成依然还是要赌 每个月赚的钱根本不够用 所以他才做出了盗窃金店的事 而至于老和儿子用过的那个饮料瓶 运用他们最后找到了 曾在烧菜馆打工的刘杰兄弟 调查得知 刘杰兄弟是因为家里有急事才赶回老家的 而那个饮料瓶是他在收拾餐桌的时候 顺手从窗户扔到平台上去的 如果现场安装了报警装置 或者将黄金珠宝放置在保险库内 这样的产品就有可能被避免了 这珠宝金子要高度疏离 这个安保意识 这个采取一切必要做事 来加强轮防物防计防建设 这个消除安全隐犯 脚印饮料瓶 监控录像 还有几个证人的讲述 所有这些证据线索应该说是相当的丰富 而除此以外 老何的保险 父子间的矛盾 以及案发当晚保安离奇的麻木 又都让这个案件的侦破陷入了一片混乱 但是 索性我们的刑警并没有偏听偏信 其中任何一个单个的证据或是线索 正是因为这样 他们没有被红币双命 最终找到了真相 索性的证据 所以说线索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就看你有没有一双发现他们灰